新电地震事务所8号行动艺术馆 最近推出了台湾海滨植物摄影展 这次的展出是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北部滨海地区所拍摄的 希望透过照片及文字的解说 让民众进一步了解海滨植物生态 同时也邀请大家重视台湾原生种植物的保育工作 蜜花黄景台湾狗娃花 这些生长在海滨的台湾原生种植物 在生态平衡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却经常被社会大众所忽略 甚至面临了绝种的窘境 为了邀请民众一起关心台湾生态保育 新电区地震事务所在2014年低级 特别与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合作 在馆内的8号行动艺术馆 推出了生命的感动海滨植物摄影展 这一次的展出主要是希望透过一幅幅的摄影作品 还有它旁边的一些文字的解说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可以更近距离地去认识 我们台湾的各种海滨的原生植物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是不太容易去接触得到的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展出 那在今年的第一季 然后带给我们的市民朋友来一趟 所谓的知性与感性的艺术之旅 海滨植物摄影展是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 海滨岩调小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用文字和影像真实记录海滨植物最美的一刻 小组成员无畏恶劣的气候与特殊的环境 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识它们 亲近爱护它们 希望大家去海边的话 多多留意旁边身边的那些植物 那希望说原生植物能够 原生植物在台湾 在我们本地有很多很好的用途 比如说它可以调节气候 调节降温 这样子种种的很棒的因素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识它们 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 以推广台湾原生植物保育为重要目标 同时也会不定期的举办生态导览活动 相关的活动讯息可以上网查询 记者声评张门琪 新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召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